据日本防卫省表示 3月26日上午 日本海自P3C巡逻机 在日本近海发现了多艘向东航行的俄罗斯军舰 这当中包括光荣级巡洋舰 瓦良格号 现代籍驱逐舰 敏捷号等俄海军太平洋舰队主力战舰 还有护卫舰 导弹艇 补给舰等18艘各型舰船 阵仗虽大 但大部分军舰已是秀气斑斑 老太隆忠 这精神面貌也和如今的俄罗斯海军一样 这也是所有俄罗斯人不愿看到 但也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以俄罗斯如今糟糕的状况 想重返苏联时代的荣光 似乎成了一种奢望 新式大型水面舰艇 对现在的俄罗斯海军来说是无比渴望的 当年俄罗斯曾向法国订购 两艘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 但美国人从中作梗 帮法国人垫付了高达12亿美元的违约金 为的就是让俄罗斯无法拥有 先进的大型水面舰艇 俄罗斯固然得到了12亿美元的违约金补偿 但等待两艘西北风级建成交付的宝贵时间 是多少钱都弥补不回来的 更何况12亿美元对于一支强国海军来说 简直是杯水车薰 2019年俄罗斯海军最新建成的216-31级护卫舰 由于采用我国核柴重工出口的发动机 在下水之后表现出色 动力充沛且异常可靠 谁曾想曾经的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失成苏联 如今在向西方世界求助无门 遭美国围堵的俄罗斯 最后却将目光转向了我们 这看似风水轮流转的背后 是无数的中国军工科研人员的默默付出 曾为库兹涅佐夫号姊妹舰的瓦良格号 漂洋过海远嫁中国 经自主续造和一系列现代化改装后 脱胎换骨 焕发生机 被重新命名为辽宁号 而辽宁舰给我国带来的 不仅是丰富的航母建造经验和使用方法 更重要的是锻炼出了我国第一支精锐的 舰载航空兵力量 意义非凡 时光飞逝 如今飘扬着八一军旗的辽宁舰已驰骋大洋 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也正式入役 中国正是迎来了历史性的双航母时代 那么我们的双航母 究竟有无和美军第七舰队一战的能力呢 为了让大家提前一窥 中国双航母编队的战斗力 我们找到了有一家专业军事媒体 精心编排的一段 在未来20某某年 中美海军决战太平洋 中国双航母战斗群 对决美军第七舰队 所有武器细节 性能参数 全部根据真实数据还原 我们把这段精彩的航母大战 放到了微信公众号上 搜索并关注钢与军事 回复决战 看看未来中美的航母的巅峰对决 究竟谁能笑到最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